第六号台风烟花现在目前的位置在我们台北的东方约六百多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它将以每小时时速十一公里的速度 再转为比较偏缓慢的速度向西转西南西的方向移动 迄向直预估烟花台风这周五到周六最接近台湾 而受到台风外温环流影响 今天晚间北台湾就会出现间接性降雨 虽然预估路径将会稍微北台 二十五号周五最靠近台湾时 中部以北尤其宜兰地区仍可能有好雨发生 据何时会发布海上及陆上警报 在过去它的相对移动速度是比较偏缓慢一点的 我们预估今天的海景可能发布的时间 已经落到今天的晚上这段时间 那至于入景的话我们可能要在明天的晚上 或下午的时候才有机会发布 气象局提醒洋花台风陆境仍有变化可能 也不排除持续增强 民众应做好防台准备 且苏澳 绿岛跟蓝雨已出现1.5米高长浪 提醒从事海上作业的俗人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 有些新闻 朱古嘎瓦台北市采访报道